晚上就听到说怎么需要急救 然后没想到到了纽约就听到说他死亡了 怀想起搭机状况仍然鱼迹有存 当时机上气氛紧张 飞行途中突然广播要找医生帮忙 起于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吃完饭的时候洗灯的时候才广播的 快到纽约的前三个小时吃饭的时候他才回来 空姐就跟他讲话 然后请问他一些事情 陈小姐旁边正好做的 就是这位前往协助的医师旅客 十一号从台北飞往纽约的华航班机 有位商务舱旅客不舒服 来来回回看空姐医师忙进忙出 没想到飞机降落纽约甘乃迪机场 所有人都被要求必须留在飞机上 一等就是超过四十五分钟 然后他就说什么 同班飞机有就是前个晚上 然后突发状况有人死亡 然后要请那个纽约当地的警察 我们不知道当下那个医生是不是已经判断说他宣告死亡 以及他的这个死亡原因已经确认了 在这个状况还没有厘清之前 我觉得可能警察都不会轻易的放行 前空姐表示按照网窗经验 等待三十分钟以上是基本的 必须先通报塔台以及等候当地一户人员警察到现场 也要配合海关放行时间 对此华航证实却有此事 当时寻求医疗协助 配合当地官方单位进行必要程序 才会延后旅客下机作业 至于这位乘客的隐私 细节则不便透露 但强调一切都是按照正常SOP TB的新闻连至周宣回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